憲法規定立委質詢權 並沒有讓立法院擁有你自訂 單方面片面來自訂質詢權可以行使的範圍的權利 也沒有授權立法院創設法律制裁規定 強制履行憲法上備詢跟答詢義務 看懂了嗎 大法官沒有說官員可以說謊 大法官沒有說官員可以說謊 這很重要 再講一次大法官沒有說官員可以說謊 如果 明天黃國昌直播他說 難道大法官要放中民進黨的官員說謊嗎 我跟他講 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 也是適用一樣的標準 國民黨如果重返執政也是適用一樣的標準 所以這不是放中哪個黨的官員說謊的問題 而且大法官 沒有放中官員說謊 因為 在判決的第36頁 判決第36頁 行政首長就立法院開會時所質詢是要以充分詳實的答覆 沒有正當理由答覆或不予充分答覆 就是妨礙立法院的監督權 這大法官判決裡面寫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判決絕對不是大法官說官員可以說謊 大法官講的是 憲法 沒有授權你立法院 單方面片面的強制官員一定要回答哪些問題的權利 那你說 不是啊我就覺得立法院應該要可以叫這些官員回答 那你可以修憲 那可以修憲 好不好 可以修憲 如果你要改變憲法的內容 那要修憲不是修法 我跟各位講 贊不贊同是一回事 你可以不贊同大法官所講 你可以不贊同大法官講 你可以說我就是官員只要說謊就要罰到他破產 立法委員說謊嗎 沒關係啊立法委員有說謊權利 你也可以這麼雙標沒有關係 但是 你要立法制定立法院可以罰官員的話請修憲 我是覺得 王國昌都只提一件事情就是說 難道官員只有政治責任沒有法律責任嗎 為什麼官員只有政治責任沒有法律責任 那他立法委員也是只有政治責任沒有法律責任啊 各位 立法委員 說謊 立法委員造假 立法委員烏龍爆料 立法委員立法違憲 都只有政治責任 國會改革嗎 好 請國會立一條法 如果 立法委員立法違憲 當初贊同了立委 當初贊同了立委 要付什麼法律責任你告訴我 大法官受理20條你就違憲18條你的法律責任是什麼 0 你只有政治責任 那你既然自己享受了這樣的權利 然後你口口聲聲說叫官員付法律責任 這就是嚴重的雙標啦 見你了 答案 你 答案 我 正